马来西亚有位村长吴彦平 两年前在慈激志工的带动下 每天清晨就外出开始做环保 还感染了街坊邻居 现在大家都一起来为自己的家园付出心力 清晨七点 马来西亚彭衡州瓜拉吉腦小镇 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 却传来频频观观铿枪的声音 自2014年东海岸大水灾后 吴彦平每天都会在小镇捡回收资源 简单的动作却带动其他乡亲加入环保行列 我看到那种资源 风在那种水面 我们不去吃 就是祖宅河口 造成水宅 很专心地做环保 我们反正回去做煮饭 洗衣什么什么 这样子只过得很忙 很充实 结果我的频气慢慢好了 本来每天要吃那个安眠要睡觉了 现在要不用吃我就可以睡了 环保行一路走来不易 面对挫折 吴彦平信念鉴定 开始做的时候他们讲 村长要威水吗 要伤报吗 要这样吗 我讲不是 我们这种要救地球 所以是要持之以恒很重要 不是讲你一天做两天休息 人家背负你了 这个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是因为我佩服 我们秉持着抱着环保的一些概念 才能够坚持每天这样做 如果是为自己是不可能的 期许更多村民加入环保阵容 环保日不落水灾不再来 大一新闻 本期晚见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道